翡翠市场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翡翠玉商对微料翡翠普遍接受度很高 最近两年很多玉商甚至转做微料市场 但在翡翠玩家对微料就表现得非常拒绝 不承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翡翠 甚至把它当假货看待 这是怎么回事呢 微料到底是不是翡翠 它真的那么不堪吗 今天我们就简单聊聊微料翡翠 我们都知道翡翠最主要的产区是缅甸 但全世界范围内 除缅甸外 微地马拉 俄罗斯 日本 哈萨克斯坦 美国 伊朗 土耳其 意大利 古巴 多米尼加等国 均发现有翡翠硬域矿床 但其中能量产宝石级的只有缅甸和微地马拉 从矿物学和宝石学特征上看 微地马拉出产的翡翠均符合传统翡翠的定义 所以从学术意义上看微料是翡翠 鉴定证书也是标注翡翠A火 既然微料是翡翠 那决定它价值的就不是产地了 而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种 水 色 底等因素 现在市场上高品质微料的价值呈不断上涨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遇伤去做微料的原因 之所以很多翡翠玩家抗拒微料 很多时候是因为对微料的认识过于片面 说到微料翡翠时 大部分人对它的第一印象是发挥 偏色的蓝水料 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微料现象 微料的种水与缅甸料一样 从玻璃种到砖头料都有 只是高种水的不多 大部分微料的质地比较一般 晶体结构细立到中立左右 透明度多为半透明到微透明 表面缺乏刚性 有一种厚厚的浑浊感 而且微料的颜色也不止蓝色 它还有绿色 紫色 黄色 黑色等等 下面我们简要说说市场上微料颜色的特点 绿色和缅甸翡翠的绿色料相比 微料的绿色是比缅甸料深 但色调不扬 往往带有一种暗沉的深蓝色调 但它的绿色浓度比较高 颜色比较鲜艳 现在市场上满绿的香茧吊坠 如果是做成薄片香茧的 大部分都是微料翡翠 大家在选购时要多留意 蓝色 蓝色是微料呈现最多的颜色 微料的蓝色通常呈蓝灰色 蓝色调里面的绿味不足 更多的是偏向冷灰色调 光感钝 底子油 内含物通常有白色雪花状斑点 如果重水好的 也可称蓝水 但与缅甸料蓝水有明显的区别 主要是缅甸蓝水色调比较满 没有黄味与灰调 光感足甚至有刚性 把握好这点 就很容易区别它们了 黑色 黑色微料 也可以称微料墨翠 它的产量其实相当大 在市场流通着也很多 这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黑色的微料实际上就是微料的险 它的光泽和黑石有点像 没有缅料墨翠的玻璃光泽 打灯成蓝色或绿色网纹状 品质好点的沉磨砂状 紫色 紫色的微料非常少见 它的颜色为淡紫色 多为半透明 因为产量较少 在市面上没有什么流通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主要颜色外 也有少见的其他颜色翡翠 在微地马拉产地产出过 只不过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 不惧产量 所谓英雄莫问出处 翡翠的价值终究还是由它的种 水 色 底 功等因素决定的 我们在选购时 可以不用太介怀它是缅甸料还是微料 只要它是翡翠 和自己演员 价格合适 又能让自己开心 那就是一枚称心如意的翡翠 您觉得呢 想学习更多有用翡翠小知识 记得关注订阅我们频道 再见